恭喜谢娜!你们光记得她是主持一姐,可能忘了她还是不错的演员哦! 谢娜生了!要恭喜张杰和谢娜喜得一对千金! 原来她们是在上海生的宝宝,据说高级产房每天上万的费用,呵护备制。 那你们光记得谢娜是马兰山一姐,快乐大奔赢的当家主持,虽然因为生孩子有一段时间没出现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记得她出神入化的神模仿。 可能都忘记她是演员出道了吧! 可能都忘记她是演员出道了吧! 她之前在川师大影视学院,学的就是表演和主持,而且参加全国推新人大赛,得的也是表演类的石家。 她在影视学院上学的时候,还拍过《黄鹤翔》的《九妹》,这个狗后来被快乐家族拿出来笑了一遍又一遍。 在出演《九妹》那一年,她的第一部作品,就是在电影,叫《青年刘伯承》。 刘伯承由孙松,也就是《渴望》里的王滬生扮演。 刘伯承由孙松,由于刘伯承是元帅是重庆人,说话和四川方言很近,所以刘伯承这个川东妹子,语言是一点问题没有。 不过当年谢娶承由孙松,不过当年谢娜还是因为普通话不好,吃过很多亏,后来拼命学,才成了伶牙力士的主持人。 当年的谢娜清心可爱。 1999年,谢娜演了童年记忆的《少年英雄方士语》,扮演丫鬟小丽。 这是谢娜的第一部电视剧,而且对她之后的人生道路影响非常大,如果不是跟着剧组去唱当时刚刚才开播不久的《快乐大本营》,她的灵牙力士就不会被何俊老师发现,也就没有几年后她入主快本的事儿了。 所以谢娜生了之后,和老师第一时间赶到医院看望,证明他们关系之铁。 在中国,就算你是中系,北京电影学院学表演的,也不定能真的做演员,现实也是这样,很多中系北电表演系的学生,后来还是转了行。 但当时不怕天高的后的谢娜,在北京参加了比赛后,干脆就留在北京当北漂,这在20年前,是非常需要勇气的。 于是在2000年,她演到了一部英达导演的超长情景剧,叫《幸福街》,也认识了她当时的男票,是谁呢? 唉,大家都知道,也就不说了,反正现在大家都各自安好,各自生娃娃,也真的都很幸福街。 她当时还演过武装员苏彩,谢君豪,何宝生主演,但是已经很难找到当时的剧照了。 当时谢娜是在各个剧组跑来跑去,都是小配角,比如这部《云集了江山》,李佑冰等大牌演员的永不放弃,她就在中间演小保姆。 这是一个单本剧,叫《有房别出租》。 2002年,谢娜终于演到一个戏份比较多的电视剧《一双绣花鞋》,悬疑蝶战剧,谢娜算女二号,女一号就是娘娘孙丽了。 但是,那时候,谢娜依旧没有红。2004年到2005年,是谢娜比较高产的时期。 她客戏份比较高产的时期。 她客战了李晨任全等主演的《威情24小时》。 喜气洋洋猪八戒演铁琴。 风雨西关,孙丽,陈坤,高云祥主演,谢娜是女二号房嘉仪。 《极速浪漫的青春》。 夏天的味道,当时谢娜特别喜欢短发。 其实你看了上面那一大堆影视剧,都没有发现喜剧对不对? 是啊,当年谢娜是这剧女演员呢。 那时候,她和何老师终于演到了一部《想吃麻花》献给妮妮,挖掘了喜剧天赋。 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,李香离开快本,和荣老师推荐谢娜加入主持群,之后谢娜凭借主持人的角色大红。 其实现在看来,谢娜即便是不去当主持人,依她当时的发展势头,她也会是一位不错的演员的。 就算是当了快乐大本营的当家主持人,她当时还是演员,主持人双航线发展的。 四大金钗和吴宗宪等台湾艺人合作。 当时好多都是和老师带着娜娜拍戏主持什么的,比如胡歌主演的这部《别爱我》。 她们还一起演了舞台剧《爱恋桃花园》。 2007年,谢娜客串大电影《二十》,《两个傻瓜的荒唐事》,《演美凤》。 《壮士出征》是谢娜少有的电视剧《女一号作品》。 《胡歌林一神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中,谢娜扮演重要角色《华珍公主》。 追影演唐威,她的古装角色真多啊。 电视剧《美女不坏》。 电视剧《美女不坏》,当时的宣传是,谢娜首次性感演出。 帮刘伊伟演的2009年贺岁电影《火星没事》。 王晶的《美丽密令》找谢娜客串。 徐峰还没成票房巨星的时候,谢娜和她主演了《西游记》,演一个叫猪八姐的喜剧人物。 王力宏和刘亦菲的恋爱通稿,这是一身社会我那姐的造型。 帮是博动动员配音。 她自己花钱去拍的《娜娜的玫瑰战争》。 。 客串《爱情》三十六季。 客串《大玩家》。 2011年的时候,王晶找谢娜拍嫁个100分男人,她也在那年嫁给了张杰。 。 电视剧《辣椒与泡菜》,和《安琪炫》合作。 。 这部被骂超级烂片的快乐到家,是快本主持人的合作,算是比较失败,不过票房还算可以。 。 王晶只要拍药在内地供应的喜剧片了,就会想到谢娜,这是叫公圈母林。 。 有和老师的地方,就有谢娜,这是可串一路狂奔。 。 喜剧片《我的男男男男男朋友》,谢娜是主演,不过这片子完全没有影响力。 。 谢娜当时已经把演戏当副业了,马兰山一届才是正直。 。 所以之后谢娜基本上还是以主持为主了,连客串都很少。 。 2014年客串了一下朱延平导演的《大宅男》,和大鹏组CP。 。 卖座很好的佐尔,谢娜饰演一个珠宝商。 。 。 和老师的首部导演作品,怎么能缺了谢娜? 她在片尾和和老师编情旅呢? 。 。 。 谢娜最近的一次演出是在票房凄惨的相声大电影《之我要幸福》中客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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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 家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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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